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基本盘是以色列 而以色列是极端反伊朗的 以色列为啥要反伊朗 因为两个字 公业 7月6日 伊朗选举委员会发言人穆赫森·伊斯拉米宣布 马苏德·佩泽士基安在总统大选中得票53.6% 击败保守派对手贾利利 正式成为新一任伊朗总统 这次大选共有80名候选人参加 最终6人确认资格 分别为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前首席和谈办代表贾利利 德黑兰市长扎卡尼 前内政部长穆罕默迪 前卫生部长佩泽士基安 副总统哈希米 除了佩泽士基安被视为改革派 其他人都被认为是保守派 第一轮佩泽士基安是第一名 贾利利第二名 卡利巴夫第三 但均没有过半 所以要进行第二轮PK 由佩泽士基安对阵贾利利 原先外界普遍预计 加入第二轮后 保守派会归票给贾利利 由于保守派的总票数 加起来明显多于改革派 理论上应该会是保守派胜出 但最后偏偏是佩泽士基安赢了 这实在是出乎意料 立刻成为了热点 但为什么佩泽士基安能赢 赢在哪里 我翻遍了国内的各路解读 发现很少有能准确说出的 没办法 伊朗的资料实在太少 太难找了 实际上 佩泽士基安胜出的关键 就隐藏在对手贾利利的履历中 2005年 埃哈迈德·内贾德成为伊朗总统后 任命贾利利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负责欧美外交方向 与此同时 他还担任内贾德的顾问 和首席和谈判代表 内贾德的优点是清廉 生活作风简朴 挖地三尺也找不出什么丑闻 这点连他的对手都不得不承认 但缺点也很明显 过于强硬 甚至是极端 这种强硬体现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 对外坚决和西方硬刚 和计划在内贾德任内就没停过 因此遭到了美国为首的极限制裁 经济举步维艰 对内不断加强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 争议极大的宗教警察 就是内贾德设立的 必须知道 保守派也有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分 太强硬的话 不利于开展很多事情 比如和计划 过于强硬 不仅无法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与沙特复交的成果也可能被破坏 小萨拉曼说过 如果伊朗有核武器 沙特也要有 而沙特想发展核武器的话 大概率就会去找美国 所以中俄并不希望太强硬的伊朗总统上台 更希望是保守派中的温和派之争 已故的前总统莱西 其实就是温和派 他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没有那么极端 才能和沙特达成复交 同时内贾德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有很大矛盾 他曾公开要求制衡哈梅内伊的权力 还多次批评革命卫队 涉嫌走私和腐败 总之和伊朗的体制不怎么对付 所以2017年大选 2021年大选 还有这次的2024年大选 连续三次大选 内贾德都报名参加了 但都被伊朗宪法金户委员会取消了资格 而贾利利能在内贾德政府担任三个职位 包括首席和谈判代表 和副外交部长这样的重要职位 说明内贾德对他很信任 意识形态和内贾德是类似的 一旦他上台 不排除是内贾德第二的可能性 这让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纠结 一方面基于阵营的原因 他们不得不公开支持贾利利 另一方面 他们确实不希望太强硬的总统上台 所以在支持的时候 难免就会变得消极 典型案例就是现任伊朗议会议长 在第一轮投票中 名列第三的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 他在二轮投票前宣布支持贾利利 但他的竞选团队负责人 萨米纳扎里塔尔卡拉尼 公开支持的是佩泽士基安 而卡利巴夫对此并未阻止 也没有公开批评 这已经很好的说明了卡利巴夫的态度 消极支持 支持了贾利利 但又没完全支持 很多支持者看到卡利巴夫的态度 瞬间就明白了 这样做的保守派候选人还不止一个 所以保守派最终没有出现 规票贾利利的场景 不少人甚至投了佩泽士基安 这才是暴冷的关键 其他的因素在我看来都是次要 从部分保守派选民的角度 他们也确实有支持佩泽士基安的理由 首先是佩泽士基安的经历 符合传统价值观 1994年 佩泽士基安的老婆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此后他没有再娶 而是一手把孩子拉扯大 在许多人看来 这是感情专一 富有责任感的体现 很符合传统价值观 其次 佩泽士基安注重宗教的作用 他的确想放松宗教管控 甚至废除宗教警察 但他并没有到反宗教的地步 相反 他很赞同宗教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他本人经常去清真寺 这些让部分保守派选民确信 佩泽士基安似乎也没那么坏 另外伊朗的改革派不等于亲美派 更不必然等于反体制派 保守派也不一定支持体制 你看那贾德不就和哈梅内伊闹败了吗 有一次 佩泽士基安还公开穿着革命卫队的衣服 去议会里办公 以表达对革命卫队的支持 别管这种行为是真心还是演戏 起码在表面上 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反体制 当然 国内舆论最关心的 还是佩泽士基安 会不会改变来袭的对话政策 导向美国的怀抱 其实在这点上 谁是伊朗总统根本不重要 佩泽士基安有没有意愿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美国要不要他 就跟美国不要俄罗斯一样 美国的外交基本盘是欧洲 而要绑定欧洲就必须反俄 只有反俄才能有借口绑定欧洲 一旦不反俄 欧洲就要和俄国勾肩搭配 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同理 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基本盘是以色列 而以色列是极端反伊朗的 以色列为啥要反伊朗 因为两个字 工业 以色列之所以能长期在中东充当小霸王 就是因为犹太人大部分是从西方移民国来的 连带着工业体系也带来了一部分 以色列是个工业国 而中东国家大部分都是农业国 和工业国相比 农业国在生产力上差太多 绝大部分装备无法自产 国家的组织度也上不去 体现在国民观念上 就是基层往往只只有部落 不只有国家 难以形成合力 反而互相掣肘 中东国家虽然人多 但就是打不过以色列 而伊朗是个例外 它有中东唯一的完整工业体系 虽然质量不咋低 规模也不算大 但基本架子已经有了 很多工业品 例如汽车 钢铁 产量 都名列世界前二十 在工业能力上 伊朗能够自产大部分装备 包括军事装备 虽然模仿的痕迹强 但也是自产 如果放松制裁 势必得到长足发展 哪怕是当下 伊朗没有全面工业化 没有亲自下场 仅仅援助抵抗之虎 以色列都吃不消了 要是全面工业化 以色列更不是对手 换了你是以色列 你也想弄死伊朗 否则睡不踏实 这就决定了 美国也会反伊朗 只是两党反的程度 有所不同 民主党会为了对抗中俄 而缓和一下与伊朗的关系 放松部分制裁 但也仅此而已 其他方面该反还是反 共和党则完全不想缓和 奥巴马时期 美国国内还没有那么齐化 伊核协议便能达成 等到了拜登时期 伊核协议不是没有想过重启 哪怕是莱希本人原则上 也不反对重启 从莱希上台以来 两国在瑞士谈了无数轮 就是谈不成 问题不在伊朗这边 而在美国 莱希的要求很简单 协议可以重启 但要有法律保证 我们知道 董王是很反对伊核协议的 所以上台后 就单方面撕毁了伊核协议 当年谈得多辛苦 才谈下来全白费了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出现 莱希要求美国通过法案 保证伊核协议 能强制执行下去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国会有几个议员 没拿犹太资本的钱 让他们通过保证伊核协议 强制执行的法案 真是难于上青天 当年奥巴马在位时都办不到 拜登就更不可能 何况 以美国当下的内部分围 拜登要是敢答应 分分钟被抨击为哈马斯 于是乎几年下来 伊核协议的重启始终没有眉目 除了解冻6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 再没有别的重大谈判成果 即使是这60亿美元 也没有真的到伊朗手里 只是名义上解冻罢了 佩泽石基安和莱西面对的问题 不会有什么不同 他的确想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而伊核协议是重中之重 只要协议无法重启 就无法改善两国关系 就不存在变天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给出足够的价码 根本不需要等到佩泽石基安 此前亲美的伊朗总统多的去了 哈塔米 拉夫桑加尼 乃至鲁哈尼 都曾对美国寄予希望 但他们最终都失望了 特别是鲁哈尼 顶着国内的巨大压力 终于在2015年 和奥巴马政府达成了伊核协议 本以为要雨过天晴了 结果董王上台后就撕毁了 令鲁哈尼无比尴尬 里外不是人 而2024年 董王回归的概率正在不断变大 基辛格曾说过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而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 这句话虽然有调侃的味道 但事实的确如此 对各国亲美派最大的打击 往往不是来自反美派 而是来自他们的精神母国 也就是美国本身